他要求這個函數在x等於0的時候 當x趨近於0的時候 它的左右極限 那我們把這個函數把它展開 分段討論 這個等於多少呢 這個是等於1 當什麼呢 當x 多少呢 大於多少 大於0的時候 等於0的時候沒有定義 如果是小於0的時候 這是負1 x 他是小於0 等於0他沒有定義 沒有定義的話 我們一樣可以取極限 這個函數圖形 畫出來是什麼呢 畫出來是說 s大於0的時候 他是等於1 1 這彎掉 x小於0的話 他是負1 這樣子 等於0那邊沒有定義 好 我們知道說 當x從右邊靠近0的時候 它是函數的話 是靠近1的 也就是說 Limit x趨近1 0正 fx 這個是等於正1 用看了就看出來 那Limit x是趨近1 0 負1 這個是等於負1 所以他左右極限 右極限 是1 左極限是1 左極限是負1 好 那如果用x龍德塔 來證明的話 那怎麼證 我們就取一個證就好了 來證證看 證明說 它的確的話 右極限的話 4等於負1 4等於負1 好 這怎麼證 好 那我就說 我對於所有的x龍 那我現在要看什麼呢 看f 跟什麼呢 跟1之間的 它的距離 f x 減掉1 這個會等於多少 這次他們會等於0 等於0 就當什麼 當x呢 它是大0的0的時候 那這樣的話 就說 對於所有的什麼呢 所有的x龍呢 大0 不論你x龍許多小 我就存在了一個德塔 大0 那死的什麼呢 死的這個 x 減掉多少呢 減掉這個0 就是x-0 這是小的多少呢 德塔 大0 這個時候最有什麼呢 f x 減1 像它是等於0 那這個當然就小h 那這樣就得證了 我就說 只要呢 你x大了0的話 那fx都會等於1嘛 那等於1的話 一減就等於0 這當然是小h龍 那這樣的話 滿足那個h龍 德塔的那個要求